弟子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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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要在明單的 請說您列入不分區邊緣 第20個 不好意思,在安協名單 是安協名單 安協最難的 就是民進黨得票六十趴的話 市民黨你開玩笑的 不會不會不會 我們就可以跟支持者講說 你們多拉票嘛 六十趴我就可以上去 對不對 那在我看六十趴是可能 這個安全 真的我很高興 我就覺得這個 市民區的安排是不是希望你們能夠 帶領軍衝票的地獄 這個等一下他們安排之後 我都配合 我認為這非常好 我有點不好意思 站到這個安全名單的位置 為什麼副總統沒有 這我不知道 等一下再問他 好不好謝謝 謝謝大家 得到六百分之六十 現在心情如何 昨天有沒有忐忑不安 昨天晚上睡得好嗎 這幾天都睡沒睡好 這幾天都其實都幾年蠻緊張的 對 那到時候 今天有聽到這個預告 是幾天蠻高興的 什麼時候知道的 大概 就是下午 大概一點多 兩點 就有人打電話跟你說 已經過關了 對 剛剛他們總是會 一起個好朋友 打電話給我 我說 欸 就有幾天蠻緊張的在裡頭 哇 剛剛 大概三年多 才打電話給我講 說 他們過關 這樣 還有什麼問題 我真的謝謝他們 雅萍姐 那雅萍姐的心情呢 他當然 覺得我有高興 他之前 當然是 不希望我 其實我出來進行之前 他就 其實不是很講通 他看我們前幾天這樣 心情不好 他當然 他就 他說 沒有關係 你想開一點就好 但是我是覺得是 民進黨可能會考量到 就是 我一直屬於是 人民界的一個代表 對啊 專業的代表 因為我是現在 還是先任 議員總統會的理事長 全國議員總統會的理事長 那我覺得 這應該也是有個代表性 委員 欸掛了 委員還要恭喜你啊 有一個台庸了 誰不想要去你家掃地 蛤 那個啊 沈富雄 那名嘴沈富雄他不是在 那個節目上啊 說如果你 進了名單的話 他到你家去掃地 欸 誰啊 那個沈富雄啊 啊啊沈老 什麼沈老啊 對啊 不用啦 沒有關係啦 現在 現在 真的是 不管是 這個 言論自由嘛 每個人怎麼去講都無所謂 那雅萍姐應該很開心吧 那他如果來找你打麻將咧 我不知道 我哪天改正跟他碰個面 謝謝他的鼓勵 他們很多的意見都是我自己選 我有看到 蠻寶貴的意見 因為他們都是保險隊 我們在這個前面真的也不久 不是很長的時間 他們給我的建議在心裡 委員雅萍姐有在你身邊嗎 沒有他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問題不要再考了這個問題 委員謝謝 拜拜 summit minister